没有酸井防疫螺丝的南投县长林明珍 11号到国庆乡会刊 结束后和民众合影 发现现场11个人一字排开 合照时都没有戴上口罩 画面曝光现在掀起争议 林县长事后回应是因为当时民众热情邀约 想要清楚拍下大家的脸才会没有戴口罩 但是已经违反了防疫规定 卫生局也表示现场11个人都要依法开罚3000元 全国疫情三级警戒 民众外出要全程佩戴口罩 不过现在却传出有县长没有以身作则 带头脱口罩 照片拍下南投县长林明珍和民众比赞合影 但画面里11个人统统没戴口罩 就是想说县长留个照片 然后不好意思我们拖累县长 就是请县长把口罩拿下来这样子 只有5秒钟 11号南投县长林明珍协同幕僚到国庆乡进行会刊 过程中都有按规定戴好口罩 结束后相亲热情邀约合影 为了清楚拍下大家的脸 才会把口罩给拿了下来 民众盛情难却 让县长一时忘记防疫规定 虽然拿下口罩只有短短几秒 仍然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现场11人统统开罚3000元 行政处分的部分 我们大概下个上班之后 我们会就会进行行政采划的一个场局 全国疫情尚未平息 就怕民众防疫松懈 非常时期和县长拍照留念 还是要戴好口罩 别让开心合影成为防疫破口 记者赞路程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路程中